尤其是对我们这一类的香港专业人士过来 有很大的便利 也有很多个方便 好像我在上个月刚刚都评审了高级工程师的资格 变成过来这边工作机会大了很多 在香港建筑行业深间近30年 作为香港注册策略师学会会员的黎长軒 近日通过了内地高级工程师积称的最终评审 香港的职业资格现在可以在内地认可 没错 南沙最新出台的一份职业认可清单 当中涵却146项境外职业资格证书 数量是全国最多 除了建筑行业外 还涉及先进制造、生物医学、数字经济、海洋运输等 六大重点产业 一般如果是以往的情况 来到这里重新执业 或者重新考取这些专业资格 境外的资格可能不算 其实变成在先前那几十年的工作经验 专业资格 如果不被认可的就有点浪费 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认可你在境外 你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专业经验 带过来 境外的工作经验可以视作等同境内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说专业人士来到南沙发展 无需要再从零开始 南沙发布这份清单也配合区内的人才政策 对持证人才的便利支持事项多达十一条 只要持有清单内的证书来到南沙工作 就能享受到落户、案居、签证、用汇、买车等 多方面的保障 在清单里面看得到原来等同我们南沙区 广州居民等同一样的待遇 那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要拿几年写铺才开买房 或者去就业之后要考虑如果看医生怎么办 小孩子读书怎么办 一系列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帮助 解决了很多境外的专业人士过来工作的时候的烦恶 黎祥宪和团队在南沙建设的《慶城书楼》TOD项目 是广州引入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首个试点工程 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南沙首个集公共交通、商业办公、 青年创新创业为一体的标志性建筑 有了这个认可清单 越来越多港澳专业人士来到南沙发展就再无后顾之忧 我们统计过 像在上海、北京 他们都由港澳地区发出的清单都只有9项 我们远远超过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港澳资源人士来进到南沙来 146项资格证书中 港澳台证书占了84项 超过一半 持证人士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此外更加创新性纳入香港注册汽车维修机工 美国注册刊接司等境外技能类资格证书 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心动不如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